大家好 欢迎来到美股投资网 我是明云 提起来本周的大事 莫过于周四即将公布的10月CPI数据了 这一次的CPI数据 将成为美联储12月利率决议的重要参考 同时也是我们投资者判断12月加息幅度的线索 我们把这次CPI数据进行了拆解 去分析影响CPI背后的因素 研究结果让我非常的震撼 也对这次CPI数据到底会怎么样 有了一个不错的预判 我想无论你是否认同我接下来要分析的观点 看完本期视频你都能够有所启发 做视频不容易 点赞是给我们最大的鼓励 还没关注我们的频道的小伙伴 赶紧关注起来 美联储偏向使用的通胀指标的核心PCE 而所谓的核心服务 就是剔除了食品和能源后的CPI服务项 这个核心CPI服务项中的核心分项 其实只有一个 那就是房租 而通胀是否会如投资者预期降温 取决于多个因素 但是租金是最主要的因素 这个房租选项 具体又包括市场房租和业主等价租金 在总权中的占比分别是7.4%和24.25% 占CPI总比重的32% 占核心CPI的40% 9月份CPI下降的最大拖累就是房屋租金 如果说11月房屋租金增速下降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CPI也将下降 Zillow观察租金指数被证明可以很好的预测CPI和PCE两大指数的实际通货膨胀 而Zillow房屋价值指数可以帮助预测房主等效租金 OER的变化 由于房主数量远远超过租房者 OER在通货膨胀中占的权重更大 根据Zillow的数据 ZORI显示 租金增长在2022年的2月达到17.2%的峰值 并在9月下降到10.8% 显示出了下降的趋势 由于ZORI显示出租金增长减速的真实迹象 那么PCE和CPI核实显示租金同比增长放缓的迹象将是非常有趣的 目前的CPI租金部分为7.2% 且仍处于上升趋势 9月份的CPI显示主要住宅租金环比上涨0.9% 此外旧金山联邦储备银行的研究人员发现 CPI租金部分和ZORI之间的相关性 有近12个月的滞后性 那么我们按照图中的数据分析 CPI租金部分滞后12个月 如此我们去推断的话 CPI租金部分将在明年2月见顶 根据ZORI的数据 由于CPI租金组成部分的月平均增长率 折合成年率为11% CPI租金通胀的减速似乎还需要几个月的时间 因为月度增长率需要大幅下降 才能低于去年秋季的水平 沃顿商学院金融学教授杰林里希格尔 周一上午参加了CNBC的节目 他说他很震惊的发现 鲍威尔使用的是基于过去数据的住房指标 住房占核心通胀率的40% 但是当你看远期指标时 他们显示租金价格的增长为负值 而远期指标则显示出租金价格增长为正值 所以美联储最终会看到这种差异 当远期指标显示通胀正在下降时 鲍威尔应该会感到震惊 当美联储透露 他们现在比9月份更加鹰太时 希格尔说 自9月份以来 除了落后的指标外 他们没有任何物价上涨的证据 尽管说下一份CPI报告 具有可能显示再次上涨 但是希格尔提到 标准托尔Kissler指数 Zillow租金指数 和新屋开工数都在下降 希格尔认为 这是解释远期指标指向通胀的一个重要问题 这就是为什么市场会认为 鲍威尔最终会看到曙光 并且变得更加鸽派 此外在美股大数据量化交易中 端端stoke位少 期权赏上再度出现海量的看跌期权 分别在Meta 阿里巴巴 特斯拉 亚马逊 SPX和苹果上 这些大额看跌 很可能是压周四CPI通胀数据的超预期 或者是对冲目前他们的仓位 此外 美股大数据推出了机构暗值大单交易 让我们能第一时间知道 机构投资者当天大资金买入了什么股 除此以外 我们看到全球雇用链持续恢复 在花旗银行的一份报告当中显示 全球供应链压力指数 自今年5月以来持续改善 并在10月份仍旧继续缓解 目前位于历史正常水平附近 类似于全球制造业 在2020年三季度和2017 以及2018年度处于扩张期间的表现 这个指数我们有必要去解释一下 它有三个关键的部分组成 分别是运输成本 全球采购经理人指数和库存指标 巧的是目前这三个部分均处于正常区间 在PMI中 数月来订单积压指数一直低于50 此外 虽然供应商的交货时间 尤其是投入品价格持续处于紧张状态 但是已经较今年早些时候的高位大幅下降 这就助力PMI回归到了历史的正常水平 而且随着成品库存的补充 库存指标也得到了明显改善 值得注意的是 产成品库存指数已经连续数月位于50上方 刷新过去几年的最高水平 而在运输成本方面 虽然说不及PMI和库存指标出现大幅改善 但是改善也十分明显 运输成本一直是造成供应链紧张的关键因素 当前从中国到美国西海岸的集装箱运输成本 已经从本周期峰值的超过2万美元 急剧下降到2500美元以下 而其他航运成本数据也在近几个月有明显的好转 所以结合了这三部分看 花旗就认为商品通胀可能在当下水平的基础上 有进一步大幅下调 预计到今年年底 美国的核心商品通胀 同比增速将降至2.5% 低于此前预计的6.7% 那么问题来了 供应链恢复能否助力全球通胀退伤 改变央扛的鹰派立场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里留下你的答案 根据我们的观察呢 供应链压力指数的快速改善呢 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全球消费者对商品需求的放缓 也意味着全球商品通胀的降温 这也就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央行 包括美联储在内的邮音转割 这其中的两大驱动力来自于呢 第一呢 随着疫情的好转 普通家庭呢 对自己的健康状况是感到满意的 所以说呢 将消费重点转移到了服务领域 其次呢 持续数年的高通胀呢 对需求是造成了真正破坏 因为物价压力对家庭实际收入造成了切实的冲击 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 商品通胀 这是当前全球通胀的一部分内容 因此也可能过高的估计了商品通胀缓解 对全球通胀推烧的助力 通常情况下呢 服务业占据发达国家消费者绝大部分支出 在美国呢 服务支出占总支出的正常比例呢 高达三分之二 在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呢 接近60% 而随着服务业逐渐复苏 这个领域的价格压力呢 正在水涨船高 这导致的结果就是 和商品通胀缓解相反 服务业通胀位于高位区间 难以显露出降温的趋势 所以 除非服务业的价格压力 也能够超预期下降 否则商品通胀环节是独目难之的 很难在未来几个月 改变各主要央行的货币紧缩方向 市场预计本周四公布的10月CPI 可能会再度接近8% 低于前置8.2% 受医疗保险价格和二手车价格的影响 10月核心CPI可能低于市场预期 现在是预计同比增长6.5% 略是低于前置的6.6% 同时受天然气能源价格的下降 以及非家庭食品价格增速放缓 也将拖累10月CPI的涨幅 众多分析师预计 美国10月CPI同比涨幅为7.8% 按道理来讲如果说数字公布出来是7.8% 或者是低于7.8% 那么美股很可能一飞充电 但是高于7.8% 甚至在8的附近高于8% 那么对是一场大的灾难 其实在本轮紧缩周期当中 美联储走到了第一个十字路口 左边是居高不下的通胀 右边是持续的经济衰退 无论是9月的CPI 还是这次即将公布的CPI 以及核心CPI 这两个指标的通胀率是依然很高的 距离美联储2%的目标 还有相当长的距离 如果说核心通胀率反弹 这就说明美国市场的需求依然旺盛 美联储抗通胀的工作 远没到可以松懈的时候 另外一边 美国经济衰退的信号频现 市场预计衰退将迫使美联储放缓加息 美国商务部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 第三季度GDP环比增长2.6% 暂时摆脱了技术性衰退 不过从结构上来看 美国三季度的反弹属于特例 主要依赖于进出口而非消费 再看最新的数据 美国10月资商会消费者细心指数 为102.5 低于前置的107.8 和预期的106.5 美国全国房价指数 同比增长是13.1% 是2021年5月以来的新低 大幅低于前置16% 创该数据1987年发布以来的最大同比跌幅 环比下跌1.32% 创下2009年3月以来的最大环比跌幅 实际上类似的情况 在今年6月份也出现过 当时消费者新鲜指数和房价指数均下跌 市场预期衰退到来 美联储将放缓加息 乐观情绪当时推动了美股大涨 然而7月份通胀快速上升 美联储果断加息75个基点 鲍威尔立即明确鹰派立场 在8月份全球央行年会上8分钟放银 美股仓皇失措连跌了两个月 但是如今形势不同 联邦基金利率最高至4% 经济衰退趋势增强 市场认为 美联储内部存在分歧 不再那么坚决的激进加息 鲍威尔也不敢像全球央行年会那样 强行的扭转市场预期 美联储真正的难题不再是左右为难 而是衰退与通胀之间 政策与经济之间的复杂关系 此外有一个好消息分享给大家 高盛认为美元走势 可能比市场预期更接近见顶了 从具体时间来看 高盛预测美元可能在明年见顶 而不是像其他历史数据所显示的那样 在2024年见顶 回顾历史 自21世纪初以来 动荡市场中的强势美元 一直是市场承压的基本迹象 与此同时 今年以来 美元指出走强 部分美股企业在财报中都提及了汇率的影响 比如饮料巨头可口可乐 和材料科学公司陶氏化学等 美国大型公司的财务高管 都在增加外汇对冲 并将对中期限延长 因为美元走强继续影响了公司的收益 如果说美元见顶 那么美股很有可能直接迎来上场的局面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里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